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刚 玛丽 你怎么来了 咱俩去吃饭吧 走 走吧 你好 有咖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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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慢用 这儿挺棒的 我以前经常来这儿 我喜欢这边的环境 尤其是这里的咖啡特别好喝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喝 韩刚 咱俩的事儿 你跟你父母说了吗 玛丽 真对不起 我妈已经认可东美了 这么逼着我结婚呢 这我理解 毕竟你父母 是看着东美长大的 他们肯定会向着她的 不过我相信 通过咱们俩的共同努力 你父母一定会接受我的 你想想看 哪有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 你是一个受过高端教育的人 你有权利 去选择你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 你也应该懂得 来把握你自己的命运 回来了 回来了 见着了 见着了 那马真华说什么呀 鬼迷心窍就是 认定韩刚了 是吗 那你跟他说韩刚有女朋友 就咱们家这些事你跟他说呀 说了 全说了 说得明明白白的 这孙子不理我这茬 还比我上一课 这人他怎么这么缺德呀 当时 我恨不得删我自个儿 干嘛去呀我 吼也吼了骂也骂了 我说没办法了 我也没法跟人家老安说了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 说什么都完了 他和马里不是同约 什么事没有 说这马后炮有什么用啊 正经事没干呢 完没鞋道 移在堆 这都学得快 你们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 你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 我也知道 你特别的喜欢他 说句心里话 其实 我也挺喜欢韩刚的 不过东美 你可千万不能多想 我现在把我对他的这种喜欢 已经深深的埋在心里了 我现在只是想帮他 不希望 这么一个人才就被埋没了 可是好多人 会觉得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才会这么帮他的 连我自己的父母 都认为我跟韩刚在谈恋爱 他们看我那么积极的 帮助韩刚找工作 所以 他们也在帮我 他们特别希望我跟韩刚 能够及早地确立关系 这样一来 我父母就算是帮助他 也都是名正言顺的 东美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 我不会做那种恒导独爱的事 谢谢你 其实我没多想什么 可能是你的举动 让韩刚他们家人 有点想法吧 不过我跟韩刚这么些年了 我相信韩刚 也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哦 那就祝你们幸福 可是我觉得 爱情它不光是精神上的 也是物质上的 我在想 如果让韩刚 韩刚在你和事业上 做一个选择的话 韩刚肯定会选择你 可是东美你想想 到了那个时候 韩刚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会快乐吗 我一直认为 韩刚是一个事业高于一切的人 他也是一个有野心 和想要改变生活状况的人 和想要改变生活状况的人 好了 东美 我不打扰你了 有空 我再来看你吧 再见啊 哎呀 爸爸 哎呀 爸爸 爸爸 哎呀 不不不不 慢点 我 哎呀 弄到我腰了 你怎么不小心点啊 你说你 哎呀 我腰了 行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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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约韩刚礼拜天 到咱家来玩 让你妈呀 了解了解她 说什么呢 哦 肯定有事瞒着我 哎呀 我说 哎呀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家闺女啊 有男朋友了 真的啊 谁啊 韩刚 她以前那同学 我见了一面 挺般配的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莉莉 那么多条件好的小伙子 你怎么就偏偏看上韩刚 你呀 不了解 这样 等韩刚来了吧 你认识认识就知道了啊 好啊 行啊 这是头 不是搓衣板 搓衣板你会用吗 吃吃 折腾帆还是你自个儿受罪 不知道你整天想什么天天的 你说家里有这么多烦心的事 你就一个劲就在外边添乱 韩丽德 电报 谁啊 谁啊 谁的电报啊 谁啊 谁的电报啊 那个韩丽德的 来 在这儿签个字 谢谢啊 嗯 谁 奶奶病了 你他 ambassadors过不救命啊 otta 明天我 até说你 嘤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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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best 东梅 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东梅 谢谢 对不起啊 东梅 我昨天说话太过分了 没关系 潘刚 我今天来 就是想问问你 你跟玛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潘刚 你 밝혔… 我为什么要被 Ground 我不喜欢 liquid 东梅 我能不能适 to 好 你可别晕着 今天是我爸让我来的 我也不敢不来 我们已经谈完了 东梅 东梅 韩刚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跟你说 妈 玛丽 我不能去你家了 你怎么了 我想辞掉银行那份工作 为什么呀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前途 就伤害我和东梅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那样太对不起了 那你这样做 你对得起我吗 玛丽 我知道 你为我工作费了不少心 对不起啊 韩刚 你多大了 你可是个男人 那你的理想你的报复呢 你父母辛辛苦苦地培养你 不就是让你成才吗 那你自己呢 这么辛苦读书 你为什么呀 你这么做 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你为了东梅 你决定放弃一切了 我 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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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样子 当初 我何必帮你呢 我居然为了你 都要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 韩刚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 韩刚 我走了 星期天你来不来我们家 你自己看着办吧 韩刚高兴坏了吧 还高兴的 她根本就不来 她架子还挺大 她不来正好 我们家莉莉挑选余地更大了 我别不选择啊 我只要韩刚 我的傻宝贝啊 你怎么鬼迷心窍了 雨凉 不是我说的 你就是目光短浅 你看不到韩刚的真正价值 未来社会知道吧 那必须靠真材实学打天下 只要我们精心培养引导 为韩刚创造腾飞的条件 那韩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韩刚目前最大的困难 那是家庭环境和周边环境太差 成了它的绊脚石 咱们没有能力搬动石头 可有能力搬动韩刚啊 条件好的小伙子太多了 你爷俩费这个力气干嘛呢 养尊处优的顽固子弟 那才多的是呢 可韩刚呢 他出身为一件 更有上进的信心和翻身的欲望啊 这一点很重要 小丽 韩刚目前正处在人生的三叉路口 如果不加引导 既有上进的契机 又有坠落的可能 你呀 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欲速则不打 我相信 你一定会得到你的第一 我真是有个英明的好爸爸 你爸好 你爸好 对了 我还有一个笨的可爱的妈妈 哎哟 马丽 你找我有事啊 韩刚要放弃银行的工作了 你知道 如果她放弃了银行的工作 这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四年的大学白上了 意味着她将放弃她的未来 她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事跟你有关系啊 跟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韩刚为了不辜负你 为了怕你误会她 哎呀 我就这么跟你直说吧 她是怕你心里不舒服才这么做的 马丽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她找了好工作 我心里会不舒服吗 难道她放弃 她实现理想的平台 我心里就舒服了吗 哎 你到底是不是她的女朋友啊 她怎么想的 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 韩刚这个人心思其实挺重的 她想的也挺多 她怕你责怪她 有了好工作而变心 我 我没有责怪过她呀 你是没有责怪她 可是你知道吗 你那种冷漠的态度 比责怪她还要让她难过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你应该多去鼓励韩刚 不要成为她的障碍 障碍 我怎么会是她的障碍呢 我明白了 我现在是 你们俩之间的障碍 东梅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没错 我是特别爱韩刚 而且我敢相信 我比你更爱她 我现在就告诉你 只有我才能给予她想要的一切 你呢 你能给她什么呢 你无非是就给她生孩子 给她做饭 站在那个平房的门口 眼巴巴的就等着她回来 你觉得这是韩刚想要的生活吗 我还告诉你 这不光是我的想法 其实也是韩刚自己真实的想法 东梅 韩刚真是迫于家庭的压力 和你的压力 才决定放弃了这份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为她好好想想 我们应该让她去选择她自己的未来 你说对吗 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 我走了 董白 下班了 下班了 我有一哥们开了一歌厅 晚上跟我跳舞过来 不用了 我去了 董白 你以前可不这样 我知道韩刚那小子不递 你可别上火 还有哥们我接着你 别不要理 董白 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只要你一句话 我找几个哥们 把韩刚那小子给废了 你说什么呢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许胡来啊 我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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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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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